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收看我们的故事节目 我是主持人周一芳 许许多多的人都曾经有过梦想 但是基于现实的挑战或者挫折 往往就放弃了原本早年在心中的理想跟梦想 有一位女士她也不例外 曾经在早年深具柴学 然而经于人生的跌宕起伏 两度放弃她的梦想 只是有一位为她编写人生剧本的这一位 没有放弃 以至于她如今进入了她梦想的实现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入文学创作者 电视编剧 张兴杰女士的故事 电视编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好吗 我现在是在青岛一家传媒公司做艺术总监 我们主要是拍电影和电视剧 我知道您现在是一个很火的一个编剧 就是能够在从事这方面 像你能够达至现在这样一个程度的应该是凤毛麟角 所以好不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一路走来 那您给我讲了 其实我的职业是有一点点特别 其实我从小就有一个文学梦 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 我就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 我的主业就是编剧 影视剧的编剧 之后我又被分到央广 就是现在央广以前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中心做编辑做了五年 我在这五年里边有做了很多一个节目 我曾经两次获得国家级的奖项 真不容易啊 但是在 那时候才离开学校不很久啊 对对但是就是因为就是干这个的嘛 就是 但是你都干到中央呢 中央戏剧学院 央广中央是不是 后来还有了啊 是吗 对对 然后 但是呢 那个时候九十年代的时候 初期的时候呢 大陆经济就是腾飞嘛 所以做什么都不如做生意 好 那个时候我的小孩的爸爸 就是我的前夫 他就是个生意人 他就有很多的机会 就赚了很多的钱 反而相比较 就我觉得 我就觉得好像有家有孩子了 就需要有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的专业 要回归家庭 要不然两个人都忙 小孩太可怜了 是啊 所以我就 我就辞职了 我就放弃了我自己的一切 我就回到家里面做一个家庭主妇 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折 只是 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蛮有价值的 那你 那你就是这两个中央都放下来了 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广播电台啊 那接着呢 接着我就当了八年的家庭主妇 八年主妇 对 这中间我还移民到澳大利亚的悉尼 生了第二个小孩 然后就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就是看到家里面的物质 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丰富 小孩子也很快乐 老人也很快乐 我也很快乐 我就很满足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那对你这个文学梦跟这个编剧 是怎么样的一个继续跟萌芽呢 嗯 基本上我就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没梦想了 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让我的家人过得好 我基本上梦想实现了 可是呢就是有梦岁的时候 就是2001年 我从悉尼回到北京 那时候我就觉得 那时候我们已经拿到那个澳大利亚的身份 好像也多生了一个孩子 就是所有的那个打算 所有的计划都实现了 我就又回到北京 嗯 但是回到北京 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婚姻就有状况了 哦 我的那个前夫就提出跟我离婚 哦 因为就是他觉得他找到新的情感 哦 所以那个时候就突然就觉得自己 呦 我的梦碎了 是啊 嗯 嗯 但是呢 因为我那时候在澳洲呢 我已经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了 所以那教会里面有一些对婚姻的教导 啊 不要随便的离婚啊什么的 所以我当时没有马上就进入到一个离婚的程序 嗯 我反而就很多的思考 就是对婚姻的有很多的困惑 嗯 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很努力的学习 我就觉得说 哎 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嗯 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所以我我那时候我就说 我几乎每天都看书 我能够找到的关于婚姻的书 啊 不管是哪个教派的 不管是世俗的也好 哲学的也好 我全部都拿来看 嗯 我就就是想说 这到底是怎么了 嗯 因为我周围很多的姐妹 跟我有一样的问题 你就一直努力 是吧 你用了你的 能够的这样一个心血 希望在人生 以及在遇到的困惑中间 找到答案是吧 对 我就是很努力的去想寻找 想帮助自己 也想帮助周围的人 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小的一个 算个团体吧 我那个团体大概五年之中 我们陆陆续续有一百多个妇女 就是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自发的聚集起来 彼此安慰 嗯 后来我就突然就有一种 一种冲动 我就觉得说我们 我要把我们的故事 写成一个小说 哦 也叫做我们的故事吗 不叫我们的故事 叫上帝的花园 哦 上帝的花园 对 但是我其实当时没有太多的自信 我已经八年都不碰纸和笔了 哦 都已经封笔了 都已经也 而且就是也不看任何的文学作品 文艺作品 就是我基本上 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的状态 嗯 所以我有这个冲动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并不是很自信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成 嗯 然后我就带着我的电脑 就是令所有的散碎的时间 就坐下来写 但是那个写作的冲动就浓厚到 呃 我坐下来 两分钟我就能进入到写作的状态 然后这样就三个月 我就写了大概三十万字 哦 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找一个出版社试试看看 能不能出版 这样就找到当时叫世界知识出版社 嗯 那两个女编辑都是博士 她们就说哎呀 这个写的很好 我说那要不要修改 她们说就这么出吧 就别改了 就这样就出版了 出版的小说 小说 出版了以后 那当然还就是 那个时候网络已经开始了 所以就放在那个新浪网的读书网上面去 一周之内就已经排到第四名 这么快啊 对啊 我们也没有什么水军 我们三个都是那个就是读书人 我们也没有什么水军什么 也也没有做任何的商业的运作 她自然呢 就就已经就到第四名 所以呢 当时的两个片就说你等着吧 一定会有人来买你的版权 嗯 结果真的就有一个当时就是乔家大院的一个制片 她当时是全国的十家那个制作人之一 所以她也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 她就来找我 她就说我要买你这个版权 过了多久 过了大概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在新浪上 对 这很很不可思议啊 因为现在有任何东西要发表 要这么火 可能都要经过一些商业炒作 而你们就是这样的 将那真人真事 或者带给你心中这样一个感受 写出来放在网上 就很短的时间就有人来 寻求这个买你们的买你的小说 对 因为我的故事是真 就是是我亲身的经历 是我周围人的亲身的经历 所以那个故事的我想那个生命力是有的 所以她就很快就窜红了 然后呢 当然我就说好啊 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家也是制片 我两个比较起来 我觉得那我找大牌一点 就卖给这个制片人 那这个成片了以后 已经是2008年了 2008年这个中介呢 其实我有点那个小的想法 我就想说 如果找我做编剧就好了 是我的小说 然后我自己又做编剧多好啊 然后我就跟那个制片说 我说你考虑不考虑我来做编剧 他就说哎呀你没有名气 我不行 就是我要找那个更有名气一些的人来做编剧 所以我也就放弃了 结果又过了半年 他就觉得他说写了几稿他都不是很满意 就你还是你自己来编吧 我说好好好 所以我就来做编剧 其实这才是我就是八年之后 第一次又回到这个电视剧编剧这个主页上 就是我的本页上 这是我才第一次 那我就就有幸就做了编剧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制片人嘛 所以这个剧最后就在央视播出了 又进入央视 央广之后八年的成绩 小说才刚刚出版 又进入了电视剧 而且一出现就是在央视 对 我当时就觉得说 哎呀 我曾经有过一个文学梦 然后呢 我因为世俗的这种生活呢 我放弃了我的梦想 结果我在不经意之间 在一个就是生活的一个困难之中 突然这个梦想就又回来了 就又回到我自己的原来的那个专业了 我就觉得很感恩很感恩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在之前还是之后 曾经有几年来来了美国是吗 对 就是2008年 我记得我要登机之前 那个制片就打电话说 辛杰那个我们的电视剧要在央视播出了 你要不要配合我做一点宣传 我说我要现在就是马上就要上飞机了 我就去美国进修了 然后他就特别惊讶 他说辛杰我说几句 就是对你好的话 你现在如果坚持下去 你马上就红起来了 是啊 你这个时候你离开 对你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他说你知道吗 我在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而已 嗯 后来我觉得说我说我已经考虑过了 那个我还是我还是要去美国进修 因为怎么想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写字的人 我是一个编剧 这不假 但是我心里边的那个更大的梦想 我是觉得说我写的东西要对与人有益 那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靠写字赚钱的人 所以我当时虽然有一些成绩 但是我觉得我对生活的认识 我还需要更深入一点 让我的作品以后可以更丰满一些 这点很特别啊 一般人其实脱不了名利的追求 在这样一个眼看在展现在事业 在成功在成名的路上 你居然会选择那个对人有益 那么对人有益 你来美国是在寻求什么样的一个 使你能够日后更加对人有益呢 对我想说我遇到的这种人生的困境 可能很多人也都遇到 那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找 作为一个作家 一个写字的人 写作品的人 我觉得我应该 我有义务 有这种社会责任 我应该就是找到一个比较丰满的答案 然后呈现给我的读者 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就来美国进修 可是他那句话 各领风骚三五年 这个在你这样一个抉择中间 没有丝毫影响你吗 我一直有一种想法 就是我的第一职业是母亲 我一定要先做好妈妈 然后我当时觉得说我离婚了以后 其实我并不是很快乐 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快乐 所以呢 因为我心里有很多的困惑 是我没有答案的东西 所以我就跟我两个女儿说 给妈妈两年 我要去找一些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你们就为妈妈牺牲两年 所以我两个女儿就陪着我一起来美国进修 那进修的过程或者你有什么收获呢 哎呀收获太多了 而且这种进修不仅是这种知识上的 这种心灵的修复 还有经济上的 就是就是我得到的东西 就是比那个个领风骚三五年要丰富的多 那你进修什么项目呢 我当时是到洛杉矶的一家神讯院 通常就是我们觉得神讯院大概以后就是做一些神职工作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说 因为神讯院里其实它还有一些辅导类的课程 做心灵辅导的这种课程 婚姻方面啊家庭啊包括亲子关系啊 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的写作有关系 所以我就选择这样子的一些课目来念 所以在过程中有对于你 对于生命的困惑还等等 以及日后继续的发展 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益处呢 对我就是觉得说很多问题 很多我的困惑就慢慢慢慢的就解开了 就找到一些答案 另外我也陪就是继续的陪伴我的两个女儿 如果我要是当时就就在职场里头这样打拼的话 可能我的两个女儿在他们最需要母亲的时候 我就是缺席的了 我觉得你忠于一个天职啊一个母爱 那孩子看到你不但是对自己有益处 在同时对他们也有益处 就孩子也是在成长一个黄金时间 我觉得你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 只是你刚刚说提到说 后来对你的经济状况其实也有帮助 这个从何而来呢 那你放下名利双说的现成的 这样一个转折也会对你经济状况有帮助吗 对就说起来就是特别的说恰巧吧 我2008年就来美国 那来美国之前呢我想说我在美国大概要两年的时间 所以我就把房子卖掉了 卖掉了以后我就想说我也不知道这个钱要去干嘛 而且我这么忙我也没有时间去打理 就停就存一个定期好了 我就这样子我就来美国了 结果来美国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就是我当时的那个房价 我差不多是在市场的最高值卖掉的 接下来那个房子就连一半的价钱都没有了 所以就等于我无形之中就保住了我的那个资产 我相信你很多朋友是刚开始觉得很很 觉得是心结你不是食物啊 等到这些事情发生 他们可能会问你说 你怎么可以动作心机了 就是这样 没有就是一个恰巧 那我到了美国以后 那美国的房价又很低 所以我就慢慢的一边读书一边看 我就在美国也在买一些房产这样子 那这几年那个美国的房价又涨起来了 然后呢不光是这个 而是美国的那个币值也升了 这两项加起来呢 就让我就是分分复复的 就让我把未来十年甚至十五年的这种需要的花销 全部都赚回来了 就在那个我在神学院读书那两年 就全部都都赚进来了 那这不可思议 我看很多投资理财 可能要跟着心结走啊 在中国的这个高点 你卖出在美国的地点你买入 然后现在的经济状况以及币值等等 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个样子的一个剧本 说实在不是你原先在你的规划里头是吧 对我就完全就是对投资啊 对这些事情就完全没有概念 就是恰恰 就在一个危机之中反而我赚到钱 就因为你根据你心中的一个渴望 好是上帝引导你 避开了这个危机 却是把握到了良机 至少使得你在财务方面 还有儿女的教育基金啊 孩子的教育基金上面没有后顾之忧啊 那这样的情形过了以后 你后来等于说是有第二度 有点放手或者放弃这个文学编剧梦啊 这是人人羡慕的 那之后又怎么又再回到这个领域 而且继续不断的屡创佳基呢 这个就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像冥冥中哈 有一只手在安排 那因为我是有信仰的人 我相信就是上帝 他总是在恰巧的时候 安排我在恰巧的地方 我就我读过神学院以后 我就回又回到北京 那时候我刚回去的时候 我的学姐就说 哎呀我们现在要成立一个编剧协会 其实是国家级的 是广电总局 总局说说我们要做一个编剧的协会 你要不要来参加 我说哎呀我已经两年离开职场 我也没有新的作品这两年 我不一定合格吧 他说你要有两部作品就是在电视台 就是就是要上新的台要播出 就是底线 我说那我没有 我说我只有一部 他说还有一个台就说 如果你有只有一部作品的话 是在央视播出的就可以 我就刚好就就卡在那门槛上 我就将将能过去 所以就这样子我就就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协会 反正就就参加吧 参加了之后呢我就有一个好朋友 他就说他知道在青岛那边有一个国企 他们想成立一个传媒公司 他就说我们我现在手上呢 就刚好也有个作品 然后我们两个人去看看 我们能不能就是帮着他们 把这个公司成立起来 然后我做那个总经理 你帮我做艺术总监 我们就说好那就试试吧 所以您是那个传媒的艺术总监 对后来就这样就做了艺术总监了 我们两个人 然后就刚好就是我那个协会的身份 就可以帮助注册这个公司 所以就是恰巧 然后我们就成立这个公司以后 他就做经理我就做艺术总监 但是呢就是公司成立了以后呢 那项目在哪呢 我们两个人就高兴了没有两天 就又紧张起来了 因为签的是第一年就要盈利30% 当时我们的朋友说 你们两个人签的真是不平等条约 这个影视公司不可能当年就有产出的 而且是30% 你们签太高了 那怎么办已经签了 结果就是又是恰巧 就是当时莫言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那就是当时就是山东省台的一个台长 他就很想借这个机会 把那个莫言的小说呢拍成电视剧 但是呢启动资金有问题 我们的公司就刚成立 我们的账户人就趴着钱 所以刚好呢我们就说那就干吧 所以就第一笔的那个资金呢 我们就掏出来了 就拿这个去买那个莫言的版权 那不得了啊 最后这个整个的这个电视就成就了 然后那个效益也非常好 我们就这一步剧就完成了 那30%的那个获利 一步到位啊 那不然开工的时候 大家都会很茫然 就是说你成立是归成立啊 那项目在哪里 项目也不见得这么快 可以有获利啊 那这个好 这是说实在 我们就算是外行同行 可能都会感觉到 这个不可思议啊 对 后来就是因为当时那部剧呢 有就是参与投资的呢 有好多的公司 什么东央花儿啊什么 当时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公司 然后我们那个公司是因为刚成立完全没有名气 大家都觉得说这是哪个公司 哪里蹦出来的 哪里蹦出来的 所以我就是恰巧 就刚好我们手上有有钱 然后刚好就没有人来投这第一笔 给我们有一个机会 就一下能够跟国内的那些 所谓的大腕啊 就是非常一线的这项公司合作 嗯我想你们被你所信仰的上帝啊 在一个看不见的时候将你们提升 推升到这样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啊 那么这后来之后还有其他的作品吗 有因为你跟一线的人合作嘛 而且合作的很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参与了好几部 当时都是当年都是热播剧的这个投资 嗯 什么有我们国内的观众可能会比较知道 就是马向阳什么夏香忌啊 是吴秀波主演的啊 包括我们以前制作的在18年底播出的啊 你迟到了许多年也是热播剧 就是我们大概前后有八九部的热播剧 还有电影 对 我这是令很多人很很羡慕啊 对 那你就只是这样回过头来看啊 您觉得你这样子啊 目前啊走着好像一个很早期 心里面美梦的一个实现 这样一个历程回顾起来 你好不好做到目前给我们做一点总结 或者让我们的观众再次提点一些 你感觉到这样一个你回顾心里面的个人的心得跟感想好吗 啊 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相信啊 我的人生是上帝来书写的啊 虽然我自己啊在人生的旅程中呢 我也放弃了很多的东西 我就想 我就常常跟我的朋友分享 我就说我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 我就把上帝给我的这些梦想 和我自己曾经有过的这些 我最喜欢的事情 我就把它因为世俗的原因就丢弃了 但是呢我的神我的天父爸爸他却不忘记 他总是在合适的时候把那个梦想再交还给我 所以我常常说我是一个与神一起诸梦的人 我相信神在我的生命里面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我会活得一天比一天快乐 我会一天比一天有价值感 谢谢大家 刚才辛杰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小女孩跟着上帝 共同逐梦的故事 愿意她的经历也成为您的帮助 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PayPal 转账或邮寄支票来奉献给我们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